上海,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从外滩登上渡轮 几分钟内,他们将踏上黄浦江对岸的民生码头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中国社区 一个国际金融、商业和文化氛围相互交融的社区 在这里,艺术、建筑、设计、环境和历史样样享誉盛名 展现出民生码头的独特魅力 一个倡导步行文化的地方 这就是经过上海市深江集团公司 与登凯兰全球公司保护性开发 重换新贸的民生码头国际社区 百年码头生生不息 文化、民生持续发展 民生码头前身是19世纪末的瑞济洋游站码头 后被英国蓝燕聪轮船公司控制 1953年回到中国人民怀抱 其间一百多年历经清末、民国和日军占领的风雨沧桑 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 民生码头建成了5.1万立方米的大型圆筒舱 实现了散粮作业机械化 经由民生码头集散的粮食 养育了华东地区的人民 促进了上海的发展 民生码头的百年历程 是上海人民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写照 2000年前的古文经典说 日兴之谓胜德 生生之谓义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基础上 民生码头迎来了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 曾几何时 烟囱、塔吊、羊油、粮仓是民生的象征 今天,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为民生赋予了新的内涵 改革开放初期 文化搭台、经济畅系 曾是很多地方的发展模式 今天,文化 高层次的文化就是经济本身 文化不是配角 而是发展境界的最高体现 文、化 本身是个过程 是培育、催生新事物 持续演化发展的过程 文化 即民生 生生之畏意 海纳百川 兼收并续的上海 肩负着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历史使命 21世纪是中国创造的时代 中国需要一个展示国际顶级设计、艺术和时尚的地方 而民生码头恰是理想的选择 我坚信 拥有伟大的艺术、设计和有趣的时尚 将会给中国带来独特的丰富体验 所谓创新社区 如果没有独到的机制 只会流于形式 徒有虚名 当今上海的发展定位 民生码头的斑驳历史 其一江半海的地理位置 长达700米的岸线和登凯兰公司文化地产开发的核心竞争力相得益彰 作为世界顶级艺术盛会巴塞尔迈阿密艺术节的主办者之一 和迈阿密设计节的创始人 登凯兰将致力以把民生码头 营造为向海外传播中国民生文化的枢纽 引入世界一流的艺术与文化展会 其目的并非只是展示这些异域风采 而更在于促进现代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对话 在于通过交流 培育人们同舟共济 可持续发展的新生活形态 不断挖掘和诠释文化民生 民生文化的内涵 民生码头的重建立足于保护现存历史建筑 并引入新的元素来提升民生码头的整体品位 我们将会保留历史建筑 并邀请世界级大师 比如Zaha Hadid Herzog & Demuron Tadol Ando 共同设计民生码头新的建筑元素 传统与现代的建筑元素相得益彰 民生码头必将成为一个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 通过保护性开发 充满文化意义的历史建筑 将为现代中国重放异彩 统仓和塔吊是上海近代工业史的永久建政 我们将赋予其新的功能 民生码头的保护性开发倡导生态环保 建造环保型建筑 为上海创造一个绿色建筑的新境界 景观园林 美丽的步行街道和互动的公共艺术设施 将使建筑间息息相通 成就一个社区 其间生意盎然 民生码头将为上海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重心 我们将通过持续而系统的国际交流活动 营造创新社区 孵化基于中国经验的业术表现 促进新时代的中国文化瑰宝走向世界 民生码头将成为一个既扎根于上海工业近代史 而又同时开创新生态 既骤然点亮黄埔江岸风景 又实现人文和时空深层次和谐的新典范 登凯兰是世界上最先尝试整合建筑 艺术设计和文化的开发商之一 它始终采用策划的方式构建社区 通过将高品质的建筑和创新的设计 公共艺术和人文规划相结合 提升城市品位 迈阿密南海滩项目创造了一种全新开发模式 那就是通过社区开发 深化人们和其居所地之间的关系 登凯兰的努力赋予了南海滩新的开端 促进了南佛州现代多元文化的蓬勃发展 在迈阿密设计区项目中 登凯兰将一个旧仓库区 转化为一个集艺术、设计和文化 与一体的国际化社区 带动了一个行业 提升了一个城市 在迈阿密设计区 迈阿密设计节和巴塞尔艺术节 每年同期举行 这些活动吸引着来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 经纪人、策展人和评论家 这些展览不是过眼云烟 而永远地改变了主办城市 把他们推向了国际舞台 登凯兰目前正斥资2亿5000万美金 对迈阿密设计区进行扩建 这将赋予其更多的商机、文化和个性 联手当地最杰出的合作者 登凯兰已将这种成熟模式 运用到莫斯科、迪拜等地的社区开发 实践证明 所开发的社区 不仅得到东道国的信赖和喜爱 同时也赢得强烈的国际关注 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 将名声码头打造成一流的国际艺术创新社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